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前新加坡的国会选举 为什么要回顾呢 因为对在野党的支持者来说 这是一天非常令人振奋的大事 因为我们所支持的在野工人党有突破 他们不但守住后港 守住阿育尼也突破胜港 这件事情到现在 我们回顾 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觉得这场战域虽然距离了一年 还是值得大家重新的做一些反思 所以张大哥这一系列的节目 影片将会回顾 根据我手头上有的这些新闻资料 我们做一些探讨 希望你和我都能够有所看见 也能够有所领悟 去年的今天7月9号 是一个大日子 是冷静日 是选举的冷静日 为什么是大日子呢 因为当时大家的心情 真的是七上八下 在所有的评论当中 没有人说 人民心动党一定会大获全胜 但是也没有人敢说 在野党 工人党 新借起的PSB 全境党 还是民主党 能够 有更好的成绩 而且冷静日那时候 是不能够允许大家 做评论 所以我们今天的 这一系列的影片 第一个影片 就在当年 去年的冷静日完成 我会从一些 手头上的资料 新闻报道 来做一些探讨 一些论述 然后大家 听我的 这个意见 然后我们再回顾 我们也展望未来 今天的这个影片 主要有三个 这个报道 第一个报道是在 2020年7月4日 就是去年 提名之后的选举期间 题目是 必担心 他说 不可能变天 不可能变天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的理由是 反对党 花了23年 才攻下一个 继选区 他说 其实新加坡独立以来 我们反对党 花了约16年的时间 才赢得一个国会议席 16年 那个就是 共南党 的川办人 也越南 然后呢 1988年 继选区 生效以来 反对党又要花23年 才赢的一个继选区 当时 记者们 报章们 他们觉得 去年的选举 可能会变天 会改朝换代 我跟你讲 其实新加坡人 基本上 是不愿意 改朝换代 因为他们 都觉得 在野党到目前 是没有办法 全面执政 没有这个能力 而 在野党也知道 在选举期间 执政党很喜欢 用这一招 因为如果 一丢出 改朝换代 而大部分的选民 都不愿意的时候呢 你就很容易的 让选民 不愿意把那个票 投给在野党 当时 的问题是 三个 主要的在野党 他们一共 绞足了 56个议席 意思说 如果这三个政党 绞足了 56个议席 而整个国会 在去年的选举 是一共 是93个国会议席 93个国会议席 的一半 就是46 47 47 而反对党 三个反对党 最大的 我们都知道 工人党 前进党 民主 前进党 PSP WP 还有SDP 这个民主党 三个政党 加起来的候选人 一共56 56个议席 就很厉害咯 就能够执政咯 如果三个政党里面 加起来有超过47 哇 真的是 变天咧 是有可能的 从数目字来看 从逻辑来看是可以的 所以呢 自政党就出这招 7月4号的时候的报纸就 告诉我们 他们访问了 必担心 必担心说 不可能 当然 你们都讲可能 这种 这种 没有肯定 又对自己有利的 是属于 自政党的 如果你太过自信 太过骄傲 在选举当中 你是 一定 没有好的结果 我记得当年 在台湾选举的时候 马英九 这个前总统 他那时候 红的 一片 火红 所向无敌 但是他也是很厉害 每次在选举的前几天的时候 就打围级牌 说要输了 要输了 你们不可以选我 你们不可以 你们要选我 但是你们要出来选票 不要以为赢了 就不要出来选票 这是很重要 大家也看到美国选举 当年特朗普能够赢 川普能够赢 就是因为希腊内的那些姐妹们 那些民族 那些政党的支持者 他们以为 稳赢 包赢 每个还在开 开庆功宴而不去投票 结果造成希腊内 花铁炉 失去了 这个胜选的机会 所以必担心这样回答 是对的 也的确是 反对党花了23年 就是指公人党 才攻下一个 季选区 那整个选举的结果 大家也知道 工人党 才拿到 四人的季选区 阿育尼 四人的胜港 季选区 两个季选区 一个五人 一个四人 九人 再加上 十个人 再加上 这个后港 才十人的季选区 后来 成绩出来是 两个季选区 跟一个单选区 一共才十个 国会议员的代表 在国会 今天在国会里面 所以你们这样想 真正要 一半 要四十七 另外一点 张大哥 也看到 到目前 我们看到 这个 PSP 前进党 和 这个民主党 今天我不 不多谈他们 他们也在 努力当中 但是他们 在各方面 跟工人党的 这个势力 是有一定的距离 这是 无庸置疑的 当然我也希望 他们努力 希望他们成功 希望他们 落实在民间 我们看到两位候选人 这个 PSP的 非选区 议员的表现 有人说 好 也有人说 不好 但是他们在努力 那 陈青木因为 年纪 已经蛮大的 那工人党 已经 更新了 刘成强先生 已经 退育了 那张大哥 特别 讲到下一个大选 如果他要回来 身体还可以的 Why not 就回去后港 因为后港 你放谁 都不可能 赢回的 执政党 不可能赢回后港 因为这个是一个铁区 非常深 深蓝的 铁区 因为工人党 是以蓝色作为代表 所以我们 我个人是觉得说 哇 如果刘成强可以 回到 后港 那陈立峰就可以 去另外一些 季选区 或者回去他 过去的凤山区 或者带领 其他的候选人 去新的季选区 这是可以探讨 可以考虑的 当时必担心的 这个报导 但是呢 选举之后 我不是说 工人党算是胜利 最大的胜利 三点 第一 后港 换成 这个陈立峰 流程上下 方荣发 也下了 但是两个人 积极的支持 所以后港 保住 而且赢得漂亮 最 难能可贵的是 阿育尼 去选区 面对市政会的风波 这里不多详述 大家 甚至张大哥 在当时都认为说 忏了 坊间说 未温了 会输 不会赢 会输 不会赢 结果也赢得漂亮 而且 刘成强 退了 陈苏茂退了 换贝里安 跟这个 严严松 他们都能够 很好的 打了这场选战 打胜 然后现在跟 这个 必担心 林瑞联 和这个 费沙 组成五人的团队 继续的为 阿育尼 积选区的选民 效劳 服务 而且我看 那场市政会的风波 我们现在不可以评论 因为还在司法当中 但是我们 继续的乐观 其成 只要他们 努力的为 选民服务 一切都会 真相大白 最终 阿育尼 因为这个 连续 两届 都能够 守住 就会 相信成为 另一个后港 继续的 能够让 工人党的 这个 版图 维持在 一个季选区 跟 一个单选区 我们讲 稳稳吃米粉 希望如此 当然 第三 就是 赢得 胜港继选区 接下来我也会谈到 这个 胜港继选区的 呃 胜 选的 原因 但是不在 今天这个影片 而是今天 这个影片的 第二张图片 必担心 又说话了 那是7月11号 刚才那个是7月4号 这个7月11号 必担心说什么呢 必担心说 工人党 打了一场 硬仗 他没有说 打了一场 胜仗 他说 打了一场 硬仗 而且他说 从6席 增加到10席 不算 大突破 我个人的解读 其实 能够赢阿易尼是 值得 庆幸 而值得 高兴 也知道 选民们 信任 工人党 所以 你说不算 突破 我倒觉得 他这样的一个 comment 必担心 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是一种 谦虚 不要太过 骄傲 心里 是很开心 因为他第一次 带领 工人党 打这场 选战 第二 刘成强 没有参选 这些 不确定的因素 都让我们觉得 工人党 未必会赢 尤其是阿易尼的市政会 风波 这个是影响很大 但是 说到了 最难能可贵的 是 胜港 团队 赢了 那大家也知道 胜港团队 在整个过程当中 赢得很辛苦 所以 当 7月11号 这个标题是 东北版图扩大 是意外 惊喜 这句话 应该是 记者们解读 必担心 谈话的那个内容 所以 必担心是 告诉阿易尼 告诉扣港 也告诉了 胜港 大家要保持 谦卑 努力的耕耘选取 这一点我又回想到 对不起 因为我对台湾的选取 也有一点认识 当年民进党 赢了台湾选取的时候 总统 一直强调 民进党要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所以这个谦卑的话 讲出来是很好听 但是常常会让人家 昏了头 这个我们看的 民进党 自政 没有 感觉不到 那个谦卑 现在是 民生是 怨声载道 所以我希望 工人党 当时说谦卑 已经一年了 我们回顾一下 我的 我的看法 他们很努力的去做 一些 失败的选区也好 胜利的选区也好 他们还是一贯的做 这个探访 卖党报 家访 甚至在 这个疫情当中 他们还是尽量的努力做到 一对一的 面对面的 选区的 借鉴选民 这些都是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相信 他们还在努力的 谦卑的去做 特别是 东海岸区 看到蛇雪林跟 这个福测官 还有他的团队 不断的在东海岸 继续的耕耘 当然接下来 影片当中也会介绍 东海岸 所以不在今天这个影片 东海岸 胜港 我们都要提出来 那 给你们看的两个新闻片 都是必担心说的 两个新 其实是一个新 但是我们今天有两个新 来comment 就是第三个图片 很有意思 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也不是刻意安排 这么巧 两个新 一个是必担心 一个是谁呢 一个是应急新 应急新 就是前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 当时他是 这个 红茂桥季选区的代表 他怎么看这场选战呢 他已经 我刚才说回我刚才的话 他曾经是 红茂桥季选区的成员 但是后来他辞职不干 那是在第一次 工人党赢得 阿育尼季选区的时候 他 表达了他的看法 之后呢 就辞职了 辞职不干 所以 大家也知道那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 因为今天的主题不是内里 所以我不太多谈 但是应急新 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印象很好 因为虽然他是自治党的 自治党的国会议员 但是他就像另外一个陈青木一样 看到人民行动党有不对的地方 有不好的地方 他就批评 当然 他的批评 会不会让人民行动党受教 那我们就不 不在这里多说了 但是 无论如何 他离开了 离开了 在2005年的选举的时候 2011年 2015年的时候 2011年 阿育尼 落入反对党 在野党 工人党的手中 他就 提出自己的看法 结果 他也退出 退出这个选举 然后 过了一届 2015年的时候 2015对 人民行动党 差一点他会碍于你 那时 大家 就在那一年是张大哥也第一 最后一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我不懂 以后还会做义工 就是我 我最后的 一次帮忙 工人党做义工的时候 那一天还以为会胜 结果 败选 我这一生中啊 现在讲个人的 经历 我不大敢 去做义工了 我跑到高雄去 去参与他们的选举 他们还好 他们没有反对 你去观察 做观察员 经理很希望 这个韩国瑜能够胜选总统 结果 失望而归 2015年也是 做了这个义工 以为能够赢 结果 哇 几乎是兵败如伤 差一点 阿育尼都 失去 为胜 所以2021年 大家都讲 阿育尼应该会输了 结果赢了 对 英吉星讲什么呢 他说 失去一个继选区 对行动党 是很大的挫折 各位看官 看官们 两个星 三个报导 三个新闻 人民行动党 前国会议员 英吉星认为 官兵疫情危机 并未如期 如预期在本届大选中 拯救行动党 而且失去了 一个季选区 是很大的挫折 其实 去年的选举 真的是来了突然 而且官兵 一九 刚刚 严重起来 三月的时候爆发 这个选举是七月 那时候 大家还 在封锁期间 一直到现在也是 那一次 选举 其实 并没有使到 人民行动党 得分 甚至张大哥 认为是四分 如果再迟半年 再迟半年 就是 2020年的年底 那时候 情况又改变了 解封 已经来到 第二期 比较 缓和的时候 如果你选举 然后大家也 享受到政府 大力的 这个 津贴 支持 但是因为当时 我们要看 当时 人民行动党 他们看到 他们在 2020年 三四月 四五月的时候 他们担心 半年后 选举 会不会 更有把握 因为 资政党已经不能够 拖延这个选举了 必须在五年内 举行就是 真正的要在 最迟2021年 大概二月三月 一定要 举行这个选举 所以他们担心 他们怕疫情更糟糕 我只可以用两个字形容 误判 是有点误判 因为如果整个 2020年的下半年 不选举 好好的去防疫 你看我们现在防疫 我们的武器也多了 对吧 我们有防疫武器 所谓武器就是 追踪器 又污水检测 又自己 每个人可以 自己检查 反期 然后又 有那个 防疫的追踪器 然后又一米距离 然后大家也 开始 习惯这种 线上的生活 或者是外卖 居家 办公 居家隔离的生活 开始慢慢 虽然是厌倦 但是 已经能够适应了 如果 这个选举是 去年的年底 我觉得 人民行动党的 机会更大 那 英纪星说什么呢 他说 这次大选 并非是历来 选民给予行动党最低的支持的一次 并不是最低的一次 因为他说2021年更低 对不起 这个电脑有问题 赏资料 他说 他说并不是最低的一次 但是呢 他指出 这次是个分水岭的选举 原本 日后 这个 人民行动党 能够 如果能够选举 更好的成绩的话 就是一个第四代 的这个 4G的 领导层 能够正式的 启动他们 新的里程碑的执政 大概意思是这样 结果因为成绩 不如预期 甚至输多一个 继选区 对他们来说 这个4G的表现 就 让人家觉得大打折扣 但是张大哥其实不是这样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 4G 并没有带领整个选举 整个选举 还是由 李总理带领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了 结果4G 的领导层 现在也改变了 王磊杰已经 不愿意接棒了 所以呢 的确是因为这个选举吗 还是因为疫情呢 我相信内容都有 所以 三个星 讲话 三个星 其实是两个星 我一直说三个 其实就是 这个 必担心 跟这个 应急星 讲的话 都很有意思 他说 从这一次 61.24的得票率来看 就是人民行动党 应急星至于9年来 行动党获得一个百分点的 得票率的进步是否足够 9年来 因为这一次不是最低的 从2011年的60.1得票率 是历来最差的 2015年就回到正常 你还记得2011年当选举 那一次的选举 真的是 道歉又道歉了 大家 那个事情 大家也知道了 第五年是因为 李光耀先生 离开人间 的效应 这个选举 就拿到很好的成绩 然后 2020年呢 确实只有61.24% 只比 11年 9年前的 2011年 多了一个百分点 他说 尤其在疫情下 举行大选 对反对党并不利 这一点看法 跟张大哥一样 而行动党 通常在危机中 举行大选 都表现优异 为什么这次 没有表现优异呢 况且这个大选 通常是表现优异 而且这个大选 推出了四个预算案 援助配套 给国人 所以 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影片 都会 让大家 告诉大家 为什么人民行动党 没有办法 更上一层 权货 大胜 整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九天的过程 可以拍摄一部电影 非常精彩 我们就可以 好好的去了解 那作为 今天 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 展望未来就与 现在 我们回顾当中 我们看 人民行动党 是不是做得比 一年前更好 工人党 是不是 服务的 这个选民 比一年前好 PSP的两个非选区 国会议员跟PSP 现在他们在 他们的主要是在西海岸 一些选区 是否 有更进步 民主党 履败 履战 履战 履败 履败履战 这种精神是 浪脏浪哥很佩服的 甚至现在 我们 前些日子 知道 民主党的这个 秘书长 徐顺权开了这个餐厅 那张大哥也认为说 要好好的经营餐厅 赚了钱 好好的支持 他的党 发展 但千万不要在 餐厅里面 高谈阔论 那是会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 英机兴到最后 他点出一点 就是选民 显难对 人民行动党的 4G的团队 缺乏 完全的信任 所以 我们现在看到 4G的领导 黄利杰说 跑道太短 他不愿意飞 那我张大哥也说 老飞机还在天空盘旋 不能够下降 这些就是 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回顾 2020国会选举 展望未来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